那个时候家里确确实是好可怜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孙上穿过一件毛衣的 后来我想我哥哥这么大了 第一买了一斤半黑色毛线 买了一张三杰包的皮鞋 那个时候是八块钱 一斤半毛线 那第一个月工资全都考虑到他 他 他这个人相当自私 不要紧我现在曝光 我本来不想曝这方的 他原来在火店 我在拦到自行车厂 后来我就接了分以后 因为我老婆在连堂上不愿意跑 我就跟我母亲说我找了个关系 我想调回连堂 我跟我母亲说我想调回来 我母亲他就跟我这样说 他说贼啊 你就考虑一下二哥了 他在火店是搞什么呢 搭架子的工 他说算命车他不能爬高 不能下水 他就说给这个机器给他了 我听我母亲说 是不是弄给了你了 四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其实你一直对哥哥挺好的 你霸道了 你为什么这个房子 虽然是到美家去了 你前五年你租了 你现在还要长久的霸占 我终于能够理解 你太欺人了是吧 听下来 我终于能理解 为什么小妹和大哥都说 希望他们能有谁退让一步 可是真的不知道谁会退让一步 如果以你们兄弟俩 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真的谁都不愿意退让这一步 因为都觉得不值得 为对方这样的人退出这一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退让就很难了 难确实很难 兄弟俩一个指责对方唯利是图 一个控诉对方无情无义 不念恩情 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 而对于父亲的坚持 儿子胡雷表示 他最清楚也最能体会 因为那个上一辈的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作为晚辈的话 尽量不要参与 但是话归这样说 但确确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 已经触及到了我们 这也是个狐狸狼啊 他在运营这个麻将馆的时候 我是亲眼看到的 而且我也从中参与了很多 那时候麻将馆的时候 是一个土房子 把那个旧的那个窗子拆下来 墙上地面上全部重新装修 都是我父亲亲手经历过来 我也参与了 这个麻将馆的话 我父亲已经辛辛苦苦运营了 七年 所有父亲对这个金银权 也是特别看重 其实换位思考的话 谁辛辛苦苦把这个东西 弄成这个样子 也不算能发财吧 至少一个能混个温宝 就是说放在谁的话 谁都不愿意 理解 完全地交给别人 但是作为我来看好 我完全同意对金银权进行重新协商 但是在没有协商出结果的前提之下 不要进行非法暴力骚扰 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 作为老师来说的话 胡炳涛多次在没有取得出品权的情况之下 冲到麻将馆 对我父亲进行殴打 骚扰 打杂 冲进厨房 抢菜刀 砸卷子丸门 对麻将馆的顾客进行驱赶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经常去呢 他锁着门的 我不得去 打电话他从来不接的 那我只有敲门了 敲门不开 我就把那个卷子丸门沾了 沾了以后他把我把我往外面推 那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也是我的家呀 我手上还要磨着痕子 我这里呢 这个上海是互相的 只是说了我们的当时不被想到怎样 过去了就过去了 所以按照老三的说法 就是你上门想要沟通这件事情 但是他拒绝 所以你后遇无奈 他有钥匙 而且在场很多证人 都亲眼所见 这个人用手掐着我父亲的脖子 堵在墙上 然后我父亲举着双手 我不动你 这是有人亲眼所见 叔叔这两个字 可能在法律上面存在 可能在人情道理上面 已经不存在了 最后问一下你 您说 过来我们不多说了 在发生了这么多次之后 你觉得还有可谈的基础吗 这个需要八个人全部做下来 一定不是单方面去决定这个事情 虽然胡家老三的儿子胡磊 作为房屋产权人之一 表示愿意就精英权重新协商 但他之后的话语中 很明显地透露出 他对这位小叔叔的极其不满和排斥 这也许是基于对父亲的保护和尊重 但同样也是维护父亲 胡家老四的儿子 接下来却说出了 让大家都颇感意外的一番话 我是说老实话 我就有点不赞成我哥的做法 我父亲有的时候去麻将馆 可能是情绪上相当激动 在行为上面 可能是做得很不对 但是我说老实话 我也不说我自己做得有多么好 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 我的阿伯是我的长辈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哥 我也只能说尽量地去调解 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的冲突 你是希望他们不要对立的对吗 不要 劝过你父亲吗 劝过 我想起你肯定劝过 我跟我爸说 就是哪怕自己家里吃点亏 都没所谓 但是也可能是家里的环境吧 才会 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我吧 阿伯两个人 就是兄弟 感情后可能是彻底都破裂了 我见到我阿伯 我都会喊 但是你做哥哥的人 我说老实话呀 就有点 做得有点 还不如弟弟 因为你父亲的家里 那是大人的事情 但是不管上一代怎么样 不要扯到我们下一代 这只能是这样 胡家老四儿子的这番表态 让我们听了十分欣慰 他不同于自己的父亲更愿意以家庭亲情为重 希望矛盾尽量平息 不要再殃及到下一辈的感情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在场下关注调解 本来不打算面对镜头的胡适家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突然要求上场 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说几句 希望他们两个人呢 各自老一步 以佛母为重 不能以利益为重 我的意思是要说 他们大多数认为是属于轮流下去 我也组织 因为家里也要讲究民主 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 当时我们处理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尽量在家里能够把他们摆平 希望他们团结 把这个家庭经营好 舅舅还想问一下 就是你能理解老三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这么坚持吗 可能是两人有意见 关键是两人有意见 两人吵架 性格度不太好 夫不相当 也没一个好的 就是这回事 就是我一个舅舅 对我的道理 我在家里讲话是比较算数的 嗯